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否扭转危机 创先进行时即将播出 防汛先锋 重庆 九龙坡 江北等28个区线出现暴雨 其中沙瓶坝 江津等13个区线大暴雨 当地组织工作人员连夜抢险排涝 全力保障道路畅通 在四川 暴雨造成内江部分地区出现内涝 滑坡等险情 消防救援人员紧急出动 转移被困群众 强降雨导致安徽多条河流水位上涨 进入汛期 持续强暴雨天气 使得江河湖泊水位暴涨 一些地方出现洪水灾情 山区也频发山洪 滑坡 泥石流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 各地救援团队闻讯而动 冲锋抢险 在多起救援抢险现场 经常出现一种会变形的钢铁装备 他们由重型卡车运输而来 既可承舟 又可驾桥 哪里需要哪里班 极大的缩短了救援时间 降低了救援难度 可谓是打通生命通道的救援神器 警察 收起 接上请命令 想问需要救援 高级各位 准备好吗 准备好 出发 出发 在武汉市有一支专业的救援小组 定期的救援演旗 让他们能够随时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任何地方出现的紧急状况 需要我们去救援的应急小组 就是随时待命 随时出发 然而 和其他救援小组不同 除了救援任务外 他们还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 对新型应急桥梁进行性能测试 陈进作为从业二十多年的老员工 对各种应急桥的搭建都非常熟悉 现在陈师傅准备架设的这座桥 正是救灾现场出现频率最高的 二十一米桥 这座应急桥以方便快捷著称 仅需两人操作 十分钟内就可完成架设 为了提高桥梁架设速度和操作的便捷性 工程师们已经将架设方案优化到极致 这种方案的特点就是什么呢 采取两则平推式的架桥方案 我们的整个架设系统都在架桥车上面 桥桥上面没有任何机构和液压系统 整个架桥过程一气呵成 可以实现机械化作业 而且这个技术比较成熟 整座桥由两部分桥身组成 最大设计长度二十一米 只需一推一拼 车辆就可以变成一座桥 这种简单的结构设计 可以让桥梁的运输和搭建都极为迅速 尽管结构简单 但在实际救援中 桥梁的安全性始终是首要考量的因素 无论是行人 汽车 还是工程救援车辆 都必须能够平稳通行 不能有丝毫的疏忽 两个桥身均采用整体钢架结构 确保了桥梁的稳固性 然而桥梁的街头部分 所谓整个桥身的潜在弱点 其坚固程度与否 就成了桥梁安全通行的关键 因此当初在街头的设计上 可是让工程人员们费尽了心思 卢康 作为21米桥的首席设计师 带领团队在桥梁设计中 采用了一种独特的连接构建 这种形状类似于汉字 丙和钉的连接件 正好可以凹凸相接 将两部分桥身合二为一 不仅衔接快速 而且方便拆卸 在抢险救灾的现场 挖掘机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这个丙钉接头 能否承受住重达40吨的挖掘机的 反复施压呢 今天工程师们要对这组 丙钉连接构建 施加高达50吨的压力 来模拟救灾现场的通载频次 这次测试是对团队全新设计构建的 一次大考 我们要进行这个街头的疲劳试验 来验证我们桥的通载能力 我们希望能达到两万车的通载次数 在反复施压的极限测试中 街头是否足够结实呢 街头呢 那个皮劳试次数达到了两万一千次 这个受力状态比较良好 所以能达到了我们的设计要求 如今 21米机械化桥 在多次救灾现场 大显身手 与救援人员们并肩作战 共同救灾民于危难之中 然而就在十年前 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救援神器 他们的诞生 源于16年前的 那场举国悲痛的灾难 最新消息 今天14点28分 四川汶川县发生地震 具体位置在成都附近 2008年 汶川大地悲鸣 8点零几的地震 震惊了全国 灾难现场之惨烈 让每一位参与救援的人 都难以忘记 去到灾区的时候 我们经过长途跋涉 第一时间就开始展开工作 当时我们还没有这种大靠路的机械化桥 我们架设的就是这个公路是那个钢桥 应急钢桥 应急钢桥也叫贝雷桥 这种桥需要十多辆车保障运输 二十多人参与现场桥梁拼装 缺点是架设过程过于繁琐且耗时 由于受条件的限制 架设一座五十多米的桥 基本上用了一个多月 对救援的前期工作 基本上没有起到作用 遇到大型灾害 人员 物资 器械 快速进驻受灾现场 是第一要务 传统应急桥运输和装配 不够快捷灵活 无法在第一时间 开辟一条救援通道 因此一种省市省力的 新型应急桥梁的研发 就显得格外迫切 根据那次的救援情况 我们就研制这种大跨头 机械化桥梁 就是如果桥的不够的话 我可以在这里加旅馆 旅程馆 艰苦的救援条件 推动工程师们 走向机械化桥研发之路 在当时 国内的机械化应急桥梁技术 尚未成熟 而国外的技术转让费用 高达几个亿 不复苏的团队 决定自力更生 自筹资金 立志打造出 属于自己的救援装备 当时国外 也只能做到48米 我们一下就达到51米 就是我们提出的方案 也遭到各方的质疑 团队将研发目标 设定在更大跨度的 51米桥的设计上 但要实现它 必须扎扎实实的一步一步迈进 从材料选择到结构设计 从平衡性到稳固性 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 51米应急桥的功能性究竟如何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历经一年的技术推演 一个拥有全新架设方式的 快速应急救援装备 免试了 51米桥 需要五辆车运输 五至七个人操作 70分钟可以完成架设 具体的架设方式就是 采取嵌套式架设方式 就是我们把导梁嵌到桥体内侧 用桥体和架设车的重量 共同平衡 把导梁先推到对岸 然后用导梁将桥体架设到对岸 桥化起药 运桥车使泥 驾桥车像一个拼积木的魔术手 以自身为中心 通过自平衡原理 将六节桥段逐一连成桥 左右排开 导梁就像当一个运输轨道 桥梁拼积完成后 先将导梁倾斜推到对岸 再将桥体沿导梁推至对岸 以推一放完成驾桥 51米桥的成功 拓展了应急机械化桥 更多可能性 工程师们用他们的努力 不断改良优化 大大缩短了设备架设时间 将更多的希望留给救援工作 让救援人员有了更大底气 与时间赛跑 机械化桥大大缩减了剑桥的时间 通过平时的训练应急救援的时候 能达到黄金72小时之内 对灾区进行有利的保障 然而 自然灾害造成的路面塌陷 损毁的破坏性 是不可预估的 21米 51米 这些固定长度的桥梁 都会因此深长度的禁锢 在救援现场受到很多限制 那么能否让机械化桥 可以自如地变化长度呢 端框还有个问题 是那边的那个衡量 那个衡量 那是后来改了 这个还是我改了 这个方向也很难放 原来比较高是吧原来 桥上改的地方不多 这是一个 刘家顺 科技研发部一位年轻的工程师 他现在正参与一款 更大跨度机械化桥的改进 它叫75米桥 它的整个跨境就是有75米 所以以此来命名 这种全新的机械化桥 有着与以往桥梁 完全不同的架设方式 为了突破架桥长度的限制 工程师们采用化整为零的思路 将钢铁之桥 像积木一样拼接组合在一起 一个桥跨15米 分开运输 拼合为桥 这种拼接方式的桥梁 被称为模块化桥 它这个特点呢 它是可以连续架设很长的桥 就是理论上是无限 可以架设这个长度的 在合作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其实5米模块化桥 经过多次设计优化和工艺改良 最终形成量产 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的75米模块化桥 今天在刘公祖之下 团队即将开展 75米模块化桥的架设实验 进行的测试项目是 全桥架设设设设时间测定 实验场地宽70米 水深2.2米 这是模拟地震形成的艳色湖泊 团队能否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75米桥的架设呢 测试开始 计时 第一届 桥 收到 明白 方向右打 右打一届 75米桥的架设 首先是第一届架设 先将桥体抬起 再慢慢展开 然后放下桥脚 最后桥体下放 直至桥脚稳固落在河床 一抬 一伸 一放 说起来简单 但是在现场 75米桥表现如何呢 车上面的桥梁结构 可被运输车上的液压设备 逐步顶升至90度左右 然后借由钢索迁拉 将桥梁边斩平边下放 像一把缓缓张开的剪刀 每个桥跨两侧端是有支撑角 可根据河床深度 调节高度 凭着多年的架设经验 队员们稳稳架好了第一个模块画桥 第一步完成很顺利 但难题还在后面 好 回事 方向往右一点点 好 停 手跨和尾跨是最简单的 手跨的话 它不需要定位 我架出去位置 就是预定的位置 尾跨的话 它没有桥角 往地上也放 就完成了这个架体动作 中间的话 就是有一个桥角 要放在水里边 桥面也可能不平 就是存在 我们四个桥角的一个调整 保证我们桥面是平的 所以这个困难 桥梁想要摆脱长度的束缚 关键在于桥墩 我国的港珠澳跨海大桥 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两百多根桥墩 都必须深深扎进 平均三十多米深的海底 它们就像是 两百多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